柳欢的那首《从头再来》 可以用来盘点下面的这十位大明星 每一句都值得反复警醒 所有的荣誉都是遥远的回忆 看成败人生豪迈 不过是《从头再来》 大家好 这里是星光大赏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年坐过牢的明星们 一、郑中基 1972年 生于台北的太子基 父亲是台湾大名鼎鼎的郑东汉 曾经一手捧红了邓丽君 谭永林 张学友等各大歌神 2000年 郑中基因在返回台北途中 在飞机上喝酒闹事 跟机上空乘发生纠纷 并且跟外国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飞机落地后 他以妨碍公共交通罪 被判处四个月的有期徒刑 由于主动承认的态度还算不错 所以仅赔付航空公司2500元美金 郑中基曾经跟百变天后杨谦化 谈过四个月恋爱 后来他曾介入张伯芝 跟陈小冬之间做男三 后来跟蔡卓妍隐婚 离婚后 娶了现任太太于思敏 现年50岁的太子基 已经成为奶爸基了 还曾因为救护爱女摔得鼻青脸肿 被无数网友点赞 称她是最称职的奶爸 二 吴振宇 1961年 出生于香港的吴振宇 被称为反派专业户 他的事业蓬勃发展 凭借自导自演的电影 成为金马和金像奖双簧弹影帝 吴振宇是一个长情之人 跟林婉华谈恋爱 一谈就是八年 后来分手后 娶到模特出身的现任太太 王丽萍 两人婚后七年 生下一子 后来在参加爸爸去哪儿时 因为儿子受伤 险些造成失明 也因此一事 彻底跟湖南台闹掰 别的事情他都能忍 唯有触及到家人 这个男人 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忍 他是宠妻狂魔 随手送给老婆的股份 就占据了公司的80% 有一次 妻子去面包店买东西 因为保洁阿姨 在清早时跟他发生冲突 后来有一对年轻人 试图劝嫁 场面陷入混乱之中 王丽萍不慎摔倒 等在外面车内的吴振宇 见状之后 下车护妻 并且将一名男子打伤 后来被送到警察局后 交了一万元罚款 还因此留下案底 如今61岁的吴振宇 也紧随时代潮流 开启了直播 3.柯震东 2011年 柯震东凭借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大火 许多人都看好 这个帅气的大男孩 他也不负众望 三年内连续出演了多部电影 拿到了不少奖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吸食了两年为禁品 被关进去之后 柯震东住进了一个20多人的牢房 监狱里只有他一个明星 所以其他人对他格外关照 经常会对他起哄 眼神也时不时地往他身上瞟 不过相比其他人 柯震东的待遇还算不错 他不用穿号服 偶尔还抽烟 可是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他来说 最难接受的还是那里的敦策 这让柯震东难受不已 因此他一连四天都没有上大号 出狱后 柯震东坦言道 那是我人生最大的逆境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四 房祖明 房祖明跟柯震东一起被抓获 但由于东西是在房祖明家里被发现的 所以房祖明的罪名要比柯震东严重 他被判了六个月 据房祖明透露 他在狱中的伙食一般就是馒头配青菜 赶上过节的时候才会加菜 监狱里没有热水 只能洗冷水澡 狱中有电视 但是只播放新闻 犯人们无聊到养蜘蛛和蚂蚁 一开始 房祖明还觉得这些人精神有问题 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寂寞 也养了一只蜘蛛和一只蚊子 有时候他也会玩蚊子 他把蚊子拍死在墙上 通过蚊子脚被风吹的方向 来判断今天的风向 这次入狱的经历看 让房祖明性情大变 整个人都低调了许多 身上的棱角也被磨得差不多了 5.张默 张默的行径跟前两位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离谱的是 他一共被关进去两次 早在2012年 就有群众举报张默 西石为禁品 他因此被关进看守所 看守所的规矩 没有监狱严格 任务也要轻松一些 13天后 张默就被放了出来 然而张默出来后不知悔改 2014年7月29日 张默因再次被警方查获 2015年1月27日 张默被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 在狱中 张默没有因为明星的身份 受到特殊照顾 他跟其他人一样睡通铺 喝粥 吃馒头 炖菜 最开始 张默不想吃饭 为了让他适应环境 民警还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 和心理疏导 出狱后 张默表示 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警示 从此低调做人 现在一直在幕后工作 6. 古天乐 古天乐是当年 凭借神雕侠侣 一炮而红的白面书生 后来 因为不堪忍受 世人诟病自己 乃有小生的恶评 特意将自己晒成了黑脸包整 后来 他又凭借寻情记里 有勇有谋的向少龙一角 圈了一大波粉丝的喜爱 不过在此之前 他也曾有过一段黑历史 没有进娱乐圈之前 他曾经在社会上 结识了一些不太好的朋友 那段时间 还跟这些人干过抢劫的勾当 不过他挺讲义气的 当时艺人揽下全责 而且出于信任 他让被其顶罪的朋友照顾女友 没想到 对方却趁机拐跑女友 一怒之下 他在监狱再次打人 原本被判了一年的刑期 也增加到了两年 正因为前程往事 教育深刻 所以如今52岁的古天乐 才那么热衷做慈善 捐助了133所希望小学 再加上后期捐助的扶贫款 总额更是高达3.5亿 7.梁家辉 1958年 出生于香港的梁家辉 是高知分子 香港理工大学出身 作为TVB的老戏骨 他各大奖项拿到手软 代表做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从火烧圆明园开始 他就挺让内地观众上头的 再到徐克指导的新龙门客栈 周怀安那痞子斯文的笑容 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然而 这位大影帝也曾经有过黑暗的时刻 2005年 梁家辉因为酒驾及伤人事件 被判处入狱两个月 缓刑三年之刑 并且被罚款一万 停牌三年的处罚 如今64岁的梁家辉 依旧改不了无法控制情绪的毛病 去年接受采访时 被余记提及故人梅艳芳的离世 他竟然痛哭失声了 其实梁家辉的真性情从来没有变过 他曾经公开指责过 现在的综艺太假了 他还是怀念过去的人和事 那个神仙打架的时代 8.刘晓庆 1955年出生的重庆女人刘晓庆 活发跟性格一样 风风火火 而刘晓庆的婚姻经历也相当精彩 告别话剧团时期的第一任老公王丽之后 他当了一把小三 把陈国军抢到了手 之后离开陈国军之后 跟江文谈了一段恋爱 后来又跟佩颖演员阿峰走在了一起 2002年7月24日 涉嫌偷税漏税高达1000万的刘晓庆 被拘留了422天 一度传言他可能被判处严刑 幸亏江文念及旧情 为他四处奔走 直到2003年8月16日 刘晓庆获得了取保候审 之后他交了税款 才脱离了牢狱之灾 如今70岁的刘晓庆 嫁给了比自己大12岁的第四任老公王小玉 婚姻美满 也算苦尽甘来了 9.杨明 说到杨明 喜欢看TVB作品的观众 肯定对他不陌生 在2017年的时候 他获得TVB飞跃进步男议员奖 前途一片光明 2020年8月份 杨明因为酒驾 在某山顶公路发生交通意外 最终杨明被判18日监禁 停牌两年 并处以3000罚款 案件宣判后 杨明被收监 事业爱情双丰收的杨明 本来打算在不惑之年和女友结婚 却因为醉酒驾驶导致事业停滞 形象崩塌 星途被毁 这也说明了 做错事便要付出代价 据法官宣判 杨明之所以发生交通意外 是受到酒精影响 导致行为失控 当时的状态并不适合驾驶 最终撞车 自己也有轻微受伤 没有人员伤亡 已经是侥幸 其实 发生交通意外后 杨明的事业 虽不再如之前那般顺风顺水 但他并没有被彻底封杀 他仍参与了 我家无南市的作品拍摄 还参加了各种活动 但后来 被控三项最明军成立后 不知道杨明还能不能 继续参演TVB作品 10. 萧淑慎 萧淑慎早期是很顺利的 不仅被理财松兄弟二人 收为学生 后来还签约了滚石唱片 成为了孙燕姿的同门师妹 在影视圈 萧淑慎也是作品不断 自1999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有两三部作品 奈何 萧淑慎是个纵横赌场的老手 从2006年到2011年 他连续三次涉毒被抓 再坦荡的星途 都要被他自己毁掉了 他曾谈到过自己的狱中生活 十个人一起睡地板 半夜起床上厕所 都怕踩到别人 在拥挤密闭的房间里 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 但是必须要忍受 人谁无措 措而能改 善莫大焉 心若在 梦就在 若有机会 不过是从头再来而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